第十一集 那只鹦鹉正叼着一个小喷壶在浇水 他夏天吃西瓜的时候 吐了点西瓜子在阳台上的花盆里面 结果无意间发现长瓜苗 嘚嘚他发了好久的神经 每次浇水的时候就唱种瓜 奇异的是 这瓜苗居然还活了下来 要知道 那只鹦鹉跟他四主有时候出差一走几个星期 没人浇水 完全凭天意 下雨的话还能补充点水分 至于施肥 鸟粪多的是 不需要额外担心 正探往那边看了看 瓜苗已经长大很多 就是不知道可怜的瓜苗这种生长状态会持续多久 正探又溜回客厅 在沙发上打了个滚 闭着眼睛困窖 明天还得起早去跑步 最近绕校跑完一整圈 没有刚开始那么累了 听卫灵说 过几天要加大训练强度 还得训练爬树 任重而道远啊 一夜好梦 第二天 正探对着面前的一碗三鲜面 恨不得泪流满面 果然有人在家就是好 不用吃食堂 正探吃完面 慢悠悠来到大草坪那边 卫灵在那里坐热身等着 比昨天晚了十五分钟 正探没理会 休息了一会儿 消消食 在草坪上晃悠了一圈 便开始了每日的还笑跑步 最近的跑步 让正探脚垫上粗糙很多 刚开始几天还挺疼的 后来就好多了 今天的还笑路程 有一段和往常不一样 换了条比较偏的支线 需要爬上坡 走楼梯 路程增加了些 也累一些 跑完之后 正探的四肢几乎都磨着地面 浑身乏力 慢腾腾往东家属区那边走 卫灵在旁边跟着 这时候要是没有人在旁边守着 一只挤娃娃就能要了正探的命 快到东家属区大院的时候 正探往小树里那边看了看 阿黄在草丛里打滚 警察盯着树枝上那只斑鸠 至于大胖 正探扫了一圈 那家伙还是在石头堆那里睡觉 长着杂草的石头堆那里 不仔细看 还真看不出那里蹲了一只猫 正全腿蹲着 缩成个花生米 坐以头枪地符状 蹲草丛里睡觉 正探正准备抬脚往那里走 那边大胖原本因为睡觉姿势有些下压的耳朵 蹭得就立起来了 立马跳起身 眼皮也不再耸拉着 很有神的网络的方向看了看 一点也不像平常刚睡醒的样子 自打大胖越来越横向发展之后 面上多了些肉 看上去头大了些 毛一蓬松起来 就显得耳朵小了很多 不过 这家伙耳力还是那么好 正探正疑惑的时候 大胖已经朝这边跑过来 同时 一辆熟悉地挂着军牌的车 慢慢行驶到路边 挨着正探他们停下 关着的车窗缓缓降下 玻璃窗一半都还没降下来 跑过来的大胖就一个跳跃 刚好从打开的那点空隙冲进车内 要不是亲眼看见 正探也不会想到 这个胖子也能跳得这么轻盈 而且还计算得很准 刚好打开的那点空隙 可以让他跳进去 不过 大胖你就不能等窗子 完全降下来再跳吗 这样很危险的 这压的就是个斗M 上赶着受虐 待会儿回去 估计又会看到他蹲方便面了 正探正想着大胖待会儿 可怜巴基蹲方便面的样子 身旁的卫玲就趴着一个标准的军地 直到那辆车走远 正探疑惑地看着卫玲 再看看走远的车 不解 以前的老领导 后来他升上去了 现在也是个大人物 察觉正探的疑惑 卫玲说道 难怪第一次看到那只胖猫的时候 觉得很怪异 没想到是这位交出来的 当时那猫的表现也能够理解 看来那只胖猫藏得够深 正探还处在惊讶中 没想到大胖他家的亲戚 还是个大人物 卫玲将手上空的矿泉水瓶 扔进垃圾桶 虽然已经退伍 但刚才他的军力完全是条件反射 你能跳得那么准吗 卫玲问 正探知道他问的是刚才大胖的那一精准的跳跃 扯扯耳朵 貌似自己跳的话 概率不太大 如果车窗完全开启的话 他肯定能轻易跳进去 但按照刚才车窗打开的空隙宽度 难度不小 可能头会撞上 也可能手脚会绊住 按理说 正探没大胖那么胖 难度应该小些的 但正探心里完全没底 所以说 你还远比不上那个胖子 卫玲总结 刚才见到的 只是那只胖猫表现出的冰山一角 他相信那只胖猫的能力肯定更强 虽然来楚华大学这边后 没见过他怎么动 但敏锐的觉察力 警惕心和计算能力 再加上虽然有些胖 但并不属于其他猫的跳跃力 都显示着这只猫的不同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放下一句话 魏玲就跑走了 并没有和前面几天那样继续还笑跑步 而是往校外跑 他要去找朋友叙旧去 说说今天的见闻 正探现在也缓过劲来了 在草丛里面爬了爬树 等中午的时候回家吃饭 与此同时 焦爸因为要拷贝一份文件而回家一趟 刚好看到刚才魏玲朝车内敬礼的一幕 他听一心说了自家猫早上跟着一个人跑步锻炼的事情 宅老太太也跟他说过 正想着怎么去调查一下魏玲 没想到就见到这一幕了 认识就好 回家拷贝完数据的焦爸去了一趟一楼大胖他家 十分钟后出来 当天晚上 焦家夫妻俩谈到正探的事情的时候 焦爸说道 放心吧 虽然那个叫魏玲的具体身份并不清楚 但肯定能够信任 让黑探跟着学点本事 省得以后出远门受挫 每天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 就会觉得日子过得飞快 正探每天早上跑步 爬楼梯 爬树 练习跳跃 焦家墙上的挂历已经翻到十一月了 正探看到墙上的挂历 才发现原来已经过去这么久 自打来到这里 已经五个月了 正探弯了弯手掌 锋利的爪子从指缝间露出来 这些尖爪看上去和其他猫差不多 但正探自己明白 现在的爪子已经在渐渐改变了 至少和两个月前是不同的 他没有刻意去磨爪子 也没有剪过爪子 爪子长出来一点 就会在训练中被磨掉 然后再长 再磨 猫爪确实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锋利坚韧 而且伸缩自如 有人说猫的爪子 就像人随身带着的一把多功能的瑞士军刀 而一直在训练着的正探 就是要让自己的这把军刀更锋利 更坚韧一些 正探知道 自己其实和其他猫是不同的 他听焦霸说过 猫对甜味不敏感 但正探自己却能够清楚感觉出来 很多猫不能吃的东西 他也能吃 吃了还挺好 再比如说 人们一直在争论猫到底是不是色盲 正探不知道其他猫是怎样的 至少他自己能够分清楚各种颜色 再就是爪子了 其他猫就算经过不断的训练 也不会像正探这样力气猛增 爪子也不会有质的突变 不过 除此之外 正探也没其他另类的变化了 就算他现在的力气 已经接近自己当初成年人的状态 也没有变成人的趋向 就算被当作猴子训练爬树 训练树丛中的跳跃 也不会变成猴子 以后要一直以这样的状态生活下去吗 正探一边跑步 一边琢磨着心里那些小九九 现在跑步的速度已经提升了一个档次 而且在跑步过程中 他还可以分心思考 不会觉得有累的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顶多精神有些疲乏 跑完休息一会儿就好 跑完两圈之后 来到学校边沿的一块树林 这里的树林面积比东家属大院那边的大 又因为离教学区稍远 人比较少 树林不远处 学校推倒了一片历史太过悠久的红砖瓦房 准备建设新的宿舍区 随着扩招政策 学生越来越多 现有的宿舍楼已经不够了 因此 这片区域除了一些施工的工人和工程车之外 也没有其他人会从这边的偏校门走 路上到处都是灰尘 石土 学生和住校外开着私家车的教职工们 也不愿意从这边过 所以政探这段时间跑完之后 就会来这里练习爬树 树林里清静 就算做出什么特意的事情也不会被发现 卫林最近帮着他师兄办事 当初那个案子还没结束 所以现在很多时候 政探都是自己一个跑步爬树训练 至于东家属大院的那几只猫 从第一天之后 政探就放弃了叫上他们一起锻炼的打算 跑完步休息一会儿之后 政探又开始了每天的爬树训练 这边训练的另一个好处就是 这片树林的树谱便比较粗大 利于攀爬 政探灵活地跳上一棵大槐树 在树干上挠了挠活动一下爪子 然后选了一根比较粗的 能够承受住自己重量的分支 身体一歪 从树枝上滑到背面 前爪和后爪紧巴住树干 让它不至于掉下去 深呼吸 松开后腿 单靠两只前爪抱住树干 爪子紧紧定在上面 然后一点点往树梢移动 快到头的时候 身体一个甩动 四肢抱住树枝 翻身回到树枝正面 看了看周围 选定一根距离尚可 粗细尚可的树枝 正探做了下跳跃准备 纵身跳到那根树枝上 然后再开始重复 刚开始听到 魏灵说出这种训练方法的时候 正探还疑惑 它现在是一只猫 不是一只猴子 为什么要训练这个 魏灵当时看出了 正探眼里的疑惑 没有直接解释 而是问道 你觉得做不到 还是觉得没有猫能够做到 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 我见过一只猫 它在树林子里奔跑的时候 可以比猴子还敏捷 就在树上窜 从一根树枝 窜到另一根树枝 从一棵树 跳到另一棵树 而且 自打它会爬树之后 大半时间就在树上 有些时候 树对于猫来说 就是救命的稻草 就这样 正探开始了猴子一般的爬树训练 或许到时候 它也能够单爪抓树枝 像猴子那样在树林里穿梭 一连爬了五根树枝 正探跳到一棵有些年份的鹅掌丘上 当初之所以注意到这棵树 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叶子有些特别 当时正探趴树枝上休息的时候 一片叶子掉到它面前 看着像个马挂 卫林说 这种树叫鹅掌丘 也叫马挂木 是国家二级珍稀宾威保护树种 在大都市里面 除了植物园 很少会看到这么大的鹅掌丘了 看来 还是楚华大学历史悠久的缘故 鹅掌丘的花 看上去有些像玉金香 而它的英文名字翻译过来 就叫华夏的玉金香 不过可惜的是 鹅掌丘的花期在五六月份 今年正探是看不到了 明年把娇家的人叫过来一起看看 正探吹着风 听着周围树叶掉落的沙沙声响 看看周围 现在很多树的叶子都已经变黄了 再降个温 下场雨 刮个大风 学校里的落叶桥木 就要开始加速变突 楚华市的冬天要来了 爬完树 正探看着时间还早 学校第三节课才下 等第四节课下课之后 正探才回娇家吃午饭 省得提前回去没饭吃 还得干等着 和往常一样 训练完毕 还有多余时间的话 就去人工湖那边转转 看起来温顺听话的动物 很容易让人放松戒心 所以很多家养动物 才会成为人们倾诉的对象 那个小卓有时候也会跟正探说说话 但没有提到一点项目A的字眼 都是一些没有太大意义的话 比如 你今天又来了 饿不饿等等 有时候小卓也会和焦爸他们一样 说一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东西 还有一次 不知道看到哪方面相关的 小卓突然兴起 将本子上夹着的一张空白变迁纸撕下一个小角 再将这个小角撕得更碎一些 将本子合起 撕碎的纸屑放在上面 然后从笔袋里面 拿出一根带橡胶包裹外壳的签字笔 在正探身上来回磨了几下 然后接近纸屑 纸屑被吸起 小卓拿着吸了纸屑的签字笔 面带笑意对正探道 看 这叫摩擦起电 那么 就是什么原因呢 我跟你说 物质都是由原子构成的 而原子内部的原子核 又由带正电的质子 和不带电的中子构成 正探当时听到前面那句 看 这叫摩擦起电 差点喷出一口血 又听到我跟你说这四个字 喷血的欲望更强大了 在哪里都能碰到这种人 在人工湖的长椅上 趴到第四节课快下课的点 正探去傅小街交远和固优子 但是 下课后 正探没有等到那两个小身影 蓝天竹他们几个出来的时候 看到蹲在围墙上的黑猫 出声道 黑探 交远已经走了 第一节课下课的时候 就被灵异接走了 蓝天竹口中的灵异 就是阿皇他主人 也是和娇妈一样 在同一所初中教书的老师 在蓝天竹说话不久 又一个跟固优子同班的小女孩 也说了同样的话 第一节课下课的时候 灵仪接走了固优子 正探觉得不对劲 很不对劲 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然不会无缘无故 将俩小孩 在没放学的时候就接走 正探心神不宁地 狂奔回东家属大院 刷了门禁之后 一口气直冲到五楼 在门口大声叫了半天 没人应声 然后又跑出楼 在藏钥匙的树上 拿回钥匙来开门 家里很安静 静悄悄的 还是跟正探早上出门的时候 差不多 往常这个时候 已经腾起的饭香菜 今天一丁点都没有 正探挨个房间转了一圈 连俩小孩的书包都没有 也就是说 郊远他们被接走之后 根本就没回来过 十二集 书桌上没有摊开的本子 楼道里没有贴小纸条 家里也没有贴提示和备忘录 一时间 正探茫然了 烦躁的原地转圈 虽然这家人和自己 没有血缘关系 如果不是这个 令人难以置信的变猫事件 正探根本不会接触到 这一家人 但是 是娇妈从菜市场的垃圾堆里 将自己捡回来的 娇家的四人 对自己都很好 五个月下来 正探对这里已经产生了 自己都不想承认的归属感 当年还是人的时候 房子也有几处 但是 没有哪一处 会让自己产生这种感觉 说不出所谓的归属感 到底是什么心情 就好像在外面 炸起的毛 一踏进这个门 就突然被俯顺了 转圈转得自己 都有些晕乎乎的时候 正探突然想到一件事 然后奔回卧房 跳上放电话的桌子上 按了免提键 拨打了焦霸的手机 响了好几声才接通 喂 那头焦霸的声音有些嘶哑 正探感觉得到他压抑着情绪 而这样更让正探心烦意乱 扯开嗓门就吼 电话那头的焦霸没有说话 也只有他家的猫会这么叫了 不过 他没想到在这个时候 接到家里电话 刚看到来电显示的时候 更没想过拨打电话的 会是自家的猫 他知道自家的猫 与其他猫不同 但还真没想过 在这个时候 接到来自自家猫的电话 剑那边没反应 正探又扯着嗓门叫了一声 这次焦霸出声了 我在医院 焦远他们我接过来了 容寒出了点事情 你先乖乖待在家 冰箱里有零食 啊哦 啊哦 正探继续扯着嗓门吼 容寒是焦妈的名字 焦妈叫顾容寒 一听到是焦妈出事 正探也静不下来 他想问医院在哪里 但是却说不出话 只能干吼 由于太烦躁 看到旁边堆着的一摞书 抬爪子 掀 听着电话里传来的 书本掉落的声音 焦霸沉默了一会儿 那我待会儿让一心给你带饭 啊哦 正探看了看桌面 键盘旁边还有一个玻璃杯子 是给焦远他们订牛奶的时候 供货商送的 甩尾巴 摔 焦霸听着电话里传来的玻璃杯落地摔碎的声音 这次沉默的时间长了一点 然后说道 我待会儿让一心带你过来吧 你在家等着 别再摔了 正探嗷了一声 正探蹲在家门口等着 一直没见到人 便不耐烦在门口挠门 当然不是挠娇家的门 而是挠对面屈向阳家的门 隔着金属格栅门挠那个木板门 不过屈向阳那个死宅 一直戴着耳机打游戏没听到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自家门上已经伤痕累累 正探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才看到一心汗流加倍过来 一心接到焦老板的电话的时候 正在忙实验 焦老板让他忙完之后再过去接猫 一心已经有过第一次帮老板带猫的经验 所以也知道焦老板家的猫脾气不怎么好 一忙完手上的活儿 水都没来得及喝 扔下实验符 拧着水壶 骑着自己刚买的一辆二手自行车 就往东家属大院这边奔过来 到焦家所在的五楼的时候 一心就毫不意外看到了那只杀气腾腾的黑猫 还有猫爪子挠在木门上发出的吱吱声 看看那个木板门 再看看面前这只黑猫的眼神 一心赶忙解释了一下自己来晚的原因 而且特别强调晚来的原因是焦老板同意了的 正探没听他多废话 跑回客厅将焦爸带他去升科楼时拧着的袋子扔出来 一心对于正探的这番表现也没有太多的惊讶 第一次带猫的时候已经惊讶过了 照着焦老板的吩咐一心打开袋子 正探就自动跳了进去 然后盯着一心 用眼神示意一心快点出发 不能说话就是不方便啊 以前正探还觉得聋哑人没什么 现在正探算是感同身受了 毕竟生活中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和你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一心没看懂正探的眼神 他只是按照焦老板的吩咐 提着袋子往楼下跑 跑到楼下才突然想起来 其实可以让猫自己下楼的 一心带着正探 骑车前往楚华大学附属医院 可惜骑个车也能出岔子 没出东家属大院多远 正探就听到哒的一声 然后自行车慢了下来 听到一心的骂声 蹲在车楼里袋子上面的正探低头看了看 貌似没发现什么异常 但是再往后看 一根断开的链条躺在路面上 正探无语 你马什么破车啊 链条居然直接断掉了 校内的通勤车还得等一段时间 而且通勤车走走停停 正探也等不了 第一是 校园里谁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开进来的第一是 借车 找谁借 要是一心再借一辆中途断链条的车 正探估计得郁闷死 正探记得下楼的时候 看到焦爸的小电动在车棚里 最近天凉了之后 有时间的话 焦爸偶尔也会跑步去升科楼 一心正抓耳挠塞不知道该咋整 就见蹲在车楼里的黑猫跳下车 往回跑去 喂 你跑什么啊 等等 一心更急了 车没了可以再买 猫要是不见了 它就没脸见老板了 所以一心将车扔道路旁边就追猫去了 反正这车是二手货 值不了多少钱 再说一辆链条都断了的车 还是大白天的 除了还卫工之外 估计也没人去碰 正探冲回家属大院 回到焦家 在焦爸的书桌抽屉的一个小角落里 找到了小电动的另一把钥匙 叼着钥匙出楼的时候 刚好看到气喘吁吁的一心 正探看了一心一眼 跑到焦爸的小电动车座上 拍拍车座 将钥匙放下 一心哑然 好吧 老板家的猫就是与众不同 小电动比自行车要靠谱多了 一心开着也轻松 不用自己登踏板就是好 他现在真没多少力气踩自行车踏板 让正探觉得不爽的是 小电动总是有种慢条丝里的感觉 比不上摩托车 所以这时候 正探就特别希望焦家能够拥有一辆自家的小车 在前往医院的路上 正探一直注意着路 记着之后 以后有什么事情也不用指望着别人 省时省事 楚华大学附属医院并不在楚华大学内部 离校区大概有两站路的距离 医院及医疗 教学 科研为一体 是一所三级甲等医院 医院这边的人一向很多 一心停好车 按照焦老板给的详细地址 拧着袋子进去 毕竟医院里不是猫能够随意走动的地方 正探也不能大摇大摆进去 乘电梯的时候 刚好碰到下来买盒饭的焦爸 正探看焦爸的脸色还好 跟一心说话的时候 也没有之前在电话里的那种嘶哑和压抑感 看来焦妈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焦爸买了五份盒饭 一份给一心 一心还准备买点水果之类的过去 一摸裤兜 没带钱 当时走得太急 没穿外套 钱包放外套里面 现在裤兜里面只有一张饭卡 那个 水果铺可以刷饭卡吗 一心很是尴尬 焦爸正探哑然 改天吧 反正今天他也吃不了 现在还没醒呢 焦爸说道 一边往电梯那边走 焦爸一边解释今天的事情 焦妈虽然在初中教书 但有时候也会去楚华附中那边 打算等以后调过去高中教书 两边熟人都比较多 以焦妈的能力也足够教高中了 现在只不过是放心不下家里的俩小孩 才一直没有过去高中那边 但如果没课的话 还是会去高中那边看看的 帮忙带下课之类的 做个实习高中老师 楚华附中在省内是重点中学 不过离市中心稍远 接近三环线 楚华大学这边每天都会有班车 从大学校区出发 经过初级中学那里 然后再前往附中 没想到今天刚离开初中学校没多久 在过弯的时候 一辆拖着玻璃门的小货车 直接撞了过来 那小货车司机开车的时候 宿醉还没完全清醒 至于现在还待在手术室 没脱离生命危险 校车内很多人都受了伤 六个重伤 两个还在抢救中 娇妈属于比较幸运的 刚被送来医院的时候浑身是血 娇爸赶过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那一幕 娇妈身上有多处被玻璃碎片砸伤 有三处扎的还有些伸 腿上的伤口深可见骨 不过没伤到骨头 也就刚被送来的时候 看着很吓人 其实比起那六个重伤的 娇妈已经很幸运了 手术过后将玻璃碎片都取了出来 没有骨折 不过还需要住院观察几天 娇爸接到正探的电话的时候 娇妈的手术结束没多久 只是娇爸还没平静下来 还沉浸在来医院的时候看到的那一幕 所以才会有那样的说话语气 不过现在已经又恢复到平日里的淡定样子 至于娇远他们 是娇爸让灵姐将人接过来的 为的就是怕万一情况消极 能够最后多看孩子一眼 相对而言 娇妈的情况并不算严重 所以手术之后直接送到了普通病房 重症监护室那边已经满了 其实所谓的普通病房 严格来说并不算很普通 医院对于学校的教职工有另外的福利 有一层是专门为楚华大学的教职工准备的 娇妈现在住的就是这类病房 相比起其他病房而言 这里的不同之处在于四个床铺的病房里面 被隔开成小间 虽然只要稍大声说话隔壁就能听到 但总比挤在一起好 隔壁也有没隔间的 都是看家属的选择 一般像娇妈这种刚经过手术的 都会在有隔间的这边 每个隔间很小 不到十平米 多几个人进去都嫌挤 躺在里面的娇妈还没醒过来 不过知道她性命无忧后 娇家几人一直悬着的心都放下了 娇远和顾幽子坐在大病房外面走廊的长椅上 顾幽子眼睛还红着 都哭肿了 娇远也好不到哪儿去 一心过来一会儿之后 娇爸就打发她走了 毕竟一心自己还有很多事情 人不够用啊 娇爸感叹 顿了顿又说道 明年多招几个研究生 不知道一心在这里的话 听到后会是个什么感想 政探是待在娇妈所在的那个小隔间病房里面吃的盒饭 在外面被人看到不好 中途有护士过来换药检查病人的情况 政探就躲在娇远的背包里面 至于娇远背包里面的书本 全都扔一个塑料袋里面了 娇妈的事情没告诉住在老家的老人 两边老人都年纪大了 来回折腾眼泪 政探和俩小孩先在这里待着 娇爸回家了一趟 带了些衣物和用品 也将那张带着华夏象棋图案的小木桌搬了过来 到时候放东西 吃饭 俩小孩写作业也能用上 这几天娇爸晚上都直接住这里了 小隔间里面有个折叠躺椅 给陪护的人休息的 看着小了点 倒也将就 这一天娇家俩小孩也没去上课 和娇爸一起陪在这里 娇妈下午醒了过来 说会儿话 又睡着了 虽然面色还是那么苍白 但至少三人一猫都安心很多 下午五点多的时候 娇爸又去买了盒饭 吃完就让俩小孩趁着天煤黑搭公交回家 原本娇爸是准备让俩孩子去零审他们家 或者几个关系比较好的老师家里住的 俩小孩坚决反对 称自己能够照顾自己 在外面睡不好 还是回家 娇爸看了看从娇远背包里面露出头的政探 说道 黑探 在家的时候帮看着点 呃 正太硬生 就算不说他也会照顾这俩小孩 毕竟他也算是个当哥哥的 俩小孩在医院门口等公交 前面过去的两辆公交人太多 娇远决定等一辆人稍微少点的 从医院这里到楚华大学东大门的车很多 所以没必要去和那么多人挤一辆车 这个时间点 公交上很多是下班的人 楚华市人多 还没有地铁 所以在上班下班的时间点 人总是特别多 今天的娇远很沉默 如果是往常 娇远在等车的时候 一定会闲不住踹一下旁边的树 抠一抠贴在电线杆上的广告 或者跟旁边的人说话 但现在娇远只是牵着二年级的顾佑子 静静站在那里 偶尔也会因为来的公交太满 不想上去挤 而低声跟顾佑子说两句 等下一辆车 正探呆在娇远的书包里面 书包拉链口流出了一点缝隙 能够让正探露出头 也能够呼吸空气 不至于在书包里憋着 但不管怎样 待在书包里总不是好受的 正探想将头露出来的 只是现在人多口杂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正探还是缩在了书包内 交远的书包内有茶叶蛋的气味 估计这小子早上上学的时候 还去食堂买了几个茶叶蛋背着 省得下课的时候饿 大概等了十五分钟左右 终于来了一辆人不算太多的车 交远牵着顾佑子上车 刚好有个人下车 让出了个座位 交远到了声谢 然后和顾佑子合作一个座位 将装着正探的书包放在腿上 到楚华大学后门只有两站路 但要到东院那边的门 还要多走两站 能够坐着是最好 正探待在书包内感觉有些闷 所以将鼻子放在拉链缝处 呼吸空气 公交走走停停 有时候是因为到站点 有时候是因为碰上红绿灯 正探有些昏昏欲睡 不过没多大会儿 正探就感觉自己胡子一痛 从拉链缝里看过去 坐在前面的是一个妈妈带着小孩 小孩被抱着 面朝着后面的人 小孩估计是看到正探 从拉链缝那里露出来的 一点黑鼻子和几根胡子 就伸手揪了揪虎须 正探感觉到痛之后往里一缩 将胡子拉回书包里面 猫 毛 小孩说话还不顺流 见刚才还揪住的几根猫胡子 缩进书包里 指着较远的书包叫道 好 不愿意 不愿意 快 怎么